我们知道,致富需要时间,但是由于媒体喜欢大肆宣扬靠被动收入一夜暴富的案例,许多人对被动收入都存在错误的认知。 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它过度理想化,甚至幻想着空手套白狼,什么事都不做,只要躺着,钱就会跑进自己的口袋。 然而,世上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就算你买彩票中了大奖,也至少需要两块钱的经济成本,以及购买彩票的时间成本。 所以,被动收入同样需要劳动和付出,只不过相比主动收入,被动收入的效益更高,付出的时间精力更少。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盘点十种最常见的被动收入。 第一种,年金保险。所谓年金险,通俗一点说,就是投保人一次性或分期定时交保险费。 在到达约定时间后,保险公司定期给予被保险人一笔保险金,直到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合同期满。 例如,A先生从30岁开始连续5年,每年交10万元保费给保险公司。 从A先生60岁退休时起,保险公司每年都会给他5万元保险金,一直到他去世。 很多人选择投保年金险的原因,主要是这两年各个行业都出现经济下行,银行储蓄的利率也越来越低。 因此,人们想要在投资理财的长险规划中,重点锁定长期收益且稳健的方式。 一般来说,年金险有纯年金险和万能型两种。 纯年金险的收益和领取时间是白纸黑字写入合同里的,所以它的保单利益也百分之百确定。 万能型年金则可以看作是纯年金险加万能账户。 它的特点在于,纯年金险依然有着明确的固定收益,同时纯年金险产生的收益会被转入一个有保底但利率不确定的万能账户里二次升息,有机会获取更高收益。 所以,年金险当下的回报率可能达不到预期,但是长期持有下去却是一笔不小的被动收入。 同时,年金险是风险极低的固收类资产。 是安全性投资的优选,可以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安全有效的家庭资产配置。 年金险加上万能账户是典型的家庭现金流资产。 资产充足的时候,稳健增值,负利升息,资产出现缺口时可以变身为现金流。 减保取用一部分现金,又或者进行保单贷款,解决眼下的财务困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克维茨说过,资产配置多元化是投资的唯一免费午餐。 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是投资中不可能平衡的三角。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兼顾这三个特点。 而对家庭资产的配置不能只追求高收益,因为它们往往也会面临很高的亏损风险。 比起冒着高风险追求高收益,保本增值在资产配置中的优先级更高。 只有保证了稳定的收益和生活质量,才会有承担高收益产品风险的基础。 当然,单靠年金险实现不了财务自由,但它至少可以帮你向财务自由更进一步。 要知道,很多人财富管理的目的是传承。 假如这一代人很有可能没有被动收入了,下一代难道也要跟着你重蹈覆辙吗? 谁能保证60甲子一轮回,在下一个60年会发生什么? 不仅如此,年金险作为一种强制储蓄的手段,还可以强制我们对自己的部分财产进行储备,把未来要花的钱给隔离出来,管住欲望的膨胀和消费的冲动,为关键时刻做好现金流准备。 第二种,私人信贷投资。 私人信贷这个资产类别从2011年就已经存在了,还未曾经历过经济衰退的考验。 2020年,在疫情爆发前至少一年的时间里,投资者曾对私人信贷可能形成的泡沫感到担忧。 在他们看来,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投资者向私人信贷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数十家新的资产管理公司进入这一行业已满足需求,交易竞争变得狂热起来。 不过,随着疫情的爆发,这一资产类别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尽管前路坎坷,包括公开上市的商业开发公司出现大幅下滑。 但各种数据证明,目前该行业的发展状况良好。 私人信贷投资可以让你有机会获得比传统金融机构更高的回报率,特别是在投资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同时,将资金投资于私人信贷,可以将风险分散到不同的借款人和行业,这有助于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 此外,与传统金融机构贷款相比,私人信贷投资通常具有更灵活的投资策略和结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需要进行定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老牌企业的杠杆要比美国同行低得多。 一些公司需要过度的资本,而另一些公司正在面临代际传承的问题。 因此,很多公司的状况实际很好,只不过许多人在管理公司资产负债表上较为保守,公司也存在更高的增长潜力。 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必须要看见私人信贷的潜力和优势。 所谓价值股是指相对于他们的现有业绩收益、股价被低估的一类股票。 这类股票通常具有低市盈率与市净率、高股息的特征。 价值股票作为常见的投资工具之一,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被动收入来源。 通过分红收入、股票回购以及长期增值潜力,投资者也可以在长期持有这些股票时,获得稳定的收入和资本增值。 具体来说,它有以下四个优点。 一、分红收入。 价值股票通常是具有稳定盈利能力和强大财务状况的公司股票。 这些公司在盈利后通常会向股东派发股息。 持有价值股票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这种分红收入获得被动收入。 二、股票回购。 一些价值股票公司会回购自己的股票,以减少股本数量并提高每股盈利。 这些回购可以促使股票价格上涨,从而为投资者提供资本增值的机会。 三、长期增值潜力。 价值股票通常是被市场低估的股票。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有可能意识到这些股票的真实价值,从而导致价格上涨。 投资者可以通过持有这些股票,并等待市场对其进行合理的估值,来获得长期的价值增值收入。 四、低波动性。 价值股票通常是相对较稳定的股票,因为它们通常属于成熟行业, 并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 这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较低的波动性,从而降低投资风险。 第四种,高息储蓄账户。 由于高息储蓄账户具有相对较高的利率,可以让存款获得更高的回报。 因此,高息储蓄账户更适合那些想将闲置资金以较高利率进行安全储蓄的人士。 具体来说,它的特点如下。 一、高利率。 相较于传统储蓄账户,高息储蓄账户通常提供更高的利率。 这些账户通常由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以吸引顾客存款。 二、保本安全。 高息储蓄账户通常由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提供,享有存款保险的保护。 这意味着存款在一定数额范围内可以得到保障。 即使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存款也能得到返还。 三、灵活性。 与固定期限存款相比,高息储蓄账户通常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存款人通常可以随时存取资金,而不用担心伐息或其他限制。 四、稳定性。 高息储蓄账户的利率通常较为稳定,并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这使得存款人可以更好地规划他们的资金,并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高息储蓄账户的利率随市场情况可能会有变化, 并且通常有最低存款要求或其他限制条件。 因此,一定要仔细研究和比较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高息储蓄账户的利率、费用、条件等要素, 并确保自己符合相关要求,以获得最佳回报和灵活性。 第五种定期存款证书,简称CD。 CD通过将资金存入银行锁定一段时间来获得固定的利率。 它的具体好处如下。 一、固定利率收入。 持有CD的投资者可以获得固定的利率收入。 CD的利率通常比储蓄账户的利率更高, 因此可以提供更多的被动收入。 二、可选择的存期。 CD通常提供多种存期选择,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选择合适的存期, 以获得他们所需的持续被动收入。 三、无风险投资。 CD通常由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 并享有存款保险的保护。 这意味着CD的本金和利息在一定数额范围内可以得到保障。 投资者可以在享受较高利率的同时,享受较低的风险。 四、稳定性。 与其他投资工具相比,CD的利率通常更为稳定, 不会受到市场波动和利率的影响, 这使得投资者可以更好的计划和预测他们的被动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CD的投资通常需要将资金锁定一段时间, 直到存期结束才能取出。 提前取出CD可能需要支付罚稀或手续费。 因此,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来考虑CD的存期选择。 第六种,创建和销售电子书、培训课程等数字产品。 人们总是有学习的欲望,无论是建立在线课程、写作、烹饪还是写一本高质量的电子书。 总有人会对专业知识有需求,也总有人愿意为有用的信息付费。 比如,当你拥有一项专业知识时,最好的分享方式就是通过在线课程。 因为你只需要创建一次,就可以连续卖好几年。 你还可以与在线学习平台合作,将自己的课程托管在他们的平台上。 由合作伙伴负责销售和分发,通过销售和版权费获得被动收入。 再比如,一本书是你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完成的事情, 它只需要你的时间、注意力和一台电脑。 一本书不仅能增加你的收入,还能提高你的信誉。 当你写好并出版一本好书后,就会立刻把自己和成千上万没有出过书的人区分开来。 一旦产品完成并上线,你就可以享受到持续的被动收入, 因为人们可以随时购买和学习。 在销售数字产品的同时,你还可以通过提供附加价值服务来增加收入。 例如,可以为订阅者提供个性化咨询、在线问答、高级培训等附加服务,并收取额外费用。 第七种,指数基金。 基金可以分为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 但在同一类基金中,按照投资策略又可以分为主动管理基金和被动指数基金。 被动型基金一般选取特定的指数作为跟踪对象,因此通常又被称为指数基金。 与主动型基金不同,被动型基金旨在跟踪特定的市场指数,如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并不主动寻求取得超越市场的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的涨跌。 选择指数基金虽然放弃了超越指数的超额回报,但却避免了不因选择失误而产生较高损失的风险。 具体来说,指数基金有下面几个好处。 许多指数基金,包括那些跟踪股票市场指数的基金,在其投资组合中持有股票,这些股票通常会支付股息给股东作为其盈利的一部分。 作为指数基金的持有人,可以从这些股息收入中获得被动收入。 2. 利息收入 有些指数基金持有债券或其他固定收益证券,这些证券通常会支付固定的利息收入给债券持有人。 因此,指数基金投资者可以通过持有这些基金分享这些利息收入。 3. 资本利得 指数基金的投资组合中的股票和债券可能会产生资本利得。 当以较高价格卖出持有的基金份额时,你可以获得资本利得。 这也可以作为被动收入的一部分。 4. 分红再投资 许多指数基金提供分红再投资计划,这意味着每当该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有股息收入或利息收入时,你可以选择将这些分红资金自动再投资到基金中以增加资本并获得更多的被动收入。 8. 股票 我们知道股票是公司的所有权证明,持有股票意味着成为公司的股东。 一般来说,买股票的人是通过预估股票的涨跌以及市场行情来进行购买或者抛售。 这对不了解股票不清楚行情知识的人根本是摸不着头脑。 很多人疫情期间做股权投资,如果你投资的产业对,那就会有收入。 如果你投资不对,可能有负债,有负盈利,甚至负增长也有可能。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股票市场,关注并不是说让大家立刻去入市。 通过股票市场可以判断短线的感受,有周期感是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两种比较安全的股票,分红股票和高息股票。 分红股票的优点是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实行本金基础下的分红,而高息股票的优点是每个月实行本金基础下的利息计算。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主要享受的是这只股票稳定的分红跟利息权益,而不是涨跌。 当然,低风险代表着低收益,如果有经验有胆量也可以尝试投资初创公司实现被动收入。 现实的例子就是马云团队,如今当年的初始股东每个人都是身家过亿。 如果一家公司初创急需资金注入,那我们就有可能买到原始股。 简单来说,原始股就是在公司初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的股票,或者说是按当时这家公司现状来估值的股票。 但是,相比其他股票,投资原始股风险是最高的,收益也是最高的。 知识产权是指与法律承认权力相关联的思维创造成果,例如受到版权、商标或专利保护的作品。 这些作品包括文章、书籍、音乐、电影、艺术品、照片、漫画、软件、商标logo等。 还有一种更加容易实现的,就是成为知名网红博主。 你看现在李佳琪直播带货多火,人家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他就是发现了直播带货的市场,发现了需求。 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能够且需要互相带货的时代。 这个货不一定产生多大的收入,而是让别人觉得我有存在感,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初书,只要书能够畅销,那收入也是源源不断的。 此外,还可以拥有自己的专利。专利授权使用费也是比较可观的被动收入。 如果想再接地气一些的证书挂靠,大家都知道吧? 证书挂靠就是人才把通过考试或者评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注册在一个需要使用证书的单位。 作为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人,作为单位员工,但是持有该证书的人虽然在把证书供该单位使用,但是其本人并不在该单位上班。 这种形式就是挂靠证书,这种方法一年挣个三四万应该也并不太难。 还有很多推荐的出售PPT模板、设计稿等,随着全球版权意识的大大提升,以后这条路也会越来越好走。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如何拓展销路。 在完成你的作品后,最重要的就是主动去拓展销路。 很多朋友只会创作,并不会营销,其实这很正常。 所以才有了相关平台的诞生,帮助我们去营销。 相应的,他们也要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一般在30%以上。 当然,如果是创作团队,也可以自己建立网站、网店自行销售,看看是否有人愿意从你那里购买。 倘若你有粉丝群体,或能创建出这样的群体,这种策略就非常实用。 当然,对于刚起步的信任而言,创建出这样的粉丝群体会花上一段时间,通常需要数年。 不过,只要你耐心而坚韧,这种创业途径的回报也很丰厚。 第十种,租金收入。 最后我们说一说租金产生的被动收入。 租金不只是房屋一种。 把你闲置的汽车租出去,把电脑租给快捷酒店客房,出租宠物,出租室内花草,出租包包,出租书籍,出租汽车,出租衣服,出租会员卡,出租首饰,出租家电,出租家具,出租数码相机,出租电脑,出租户外装备,出租钢琴,电子琴等等。 总之,赚取租金的手段绝对不止一种。 当然,房租是最常见的一种资产配置。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住房是刚需,地段是王道。 我们很多人,尤其是高净值人群,手里都有不止一处房产并且都在出租。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次疫情,很多企业靠房地产都过得很滋润。 比方说,有的企业主将自己企业的这种股权打包装进海外的信托,用海外的信托架构来持有国内的公司股权。 用国内的公司持有物业,让物业产生的租金来作为稳定的被动收益。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随着疫情、战乱等不可抗因素的出现,我们所说的商业地产、办公楼这些房子可能要面临减租甚至退租的困境。 因此一定要打开思路,找到多种出租的途径和类别,多条腿走路。 最后,所谓的被动收入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积累。 想要实现真正的躺赚,前提一定是自己的积累足够到位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 中天财经频道与全同行,联整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这个通膨的问题已经结束了,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这通膨的回积大概上,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了,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投资心把手把手,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中天采定频道,张耀田银和您一千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